欢迎收看6月2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为了加速花莲镇后重建工作 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与花莲县政府 28号上午由红十字会会长王清风 县长徐真伟共同签署 灾后援建合作契约书 捐赠约1亿9900万元 除了帮助水莲消防厅设重建 也将在苏花公路清水段新建避难救灾中心 0403地震以及后续的余震 导致了水莲分队现有厅舍严重受损 结构安全堪率迫且需要异地重建 另外苏花公路清水段 每逢灾害发生容易造成中断 严重影响民众型的安全以及生计 也急需新建避难救灾中心 而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为此捐赠了 约1亿9900万元协助建制 28号上午有红十字会会长王清风 县长许正蔚共同签署 灾控原建合作契约书 我们提了两个方案 一个是我们和平村的多功能避难所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水莲分队要重建的部分 现在水莲分队是用我们水莲分校的教室 然而教室的设施设备其实根本就不符合我们的消防队员 消防分队的需求 所以我们希望提供给在东台湾 尤其是在这一次地震 我们的岩辽 我们整个受风封兵其实也相当严重的地方 那因为我怕这两个两股招比 所以我们希望赶快确立下来 到底是哪一个单位能够正式提供给花林县政府 否则我们真的我们怕这个资源就不见了 后来我真的要谢谢这个王清风会长一口答应 而且他说一定会有 县长办公室曾经打电话来说 什么时候才可以签约啊 第一个很重要的资金没有到位 我们不敢承诺说真的 扛水白日黑白片人这不行 然后呢我们的合作企业书 我们5月21号来 5月22号就接到局长 朝你的这个合作企业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收再收一改再改 我们今天定案的是第18版 我们速度有够快吧 那我们这个顾一花处长实在是很受我的折磨 那他不抱怨我就很感激了 真的 我们红会都是行动派 我们就在对 分秒必正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正式签约 我们非常的感谢 那么我非常希望签约约了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动工 开始找祭司 然后呢可以赶快动工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水连分队预计 新建在现有华人国中水连分校用地 面积约1286平 新庭社预计为三层钢筋混泥土建筑 而和平避难就在中心 驻落于花莲县秀林乡 将克莱宝段0161地号 由花莲县政府提供土地 将兴建地上两层钢筋混泥土建筑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 和平避难 感谢观看